你今夜为何如此沉定啊 莫不是嫌弃 我白天写给长帝的情信 太过肉麻之功 你就别生气了嘛 莫少奶何许人言 万花从中过 片叶不沾身 不过就是一封略出隔的情信 何至于就惊得你一路无话 莫少 你莫不是见此良辰佳业 遇人双全的景象 想起了一些往事而是生情啊 这书上说月灵花呢 要等到须时末刻开花 我们大概还要等个 衣食片刻才行 不急 月灵花开了 月灵花开了 好美啊 月灵花全都开花了 哇 你看那儿 快过来 快 来 好 原来这就是月灵花呀 看得真美 莫少 两百多年了 你一直都没有忘记它 这样算来 暗蓝热也算没白火 你看 就像这月灵花一样 我们都觉得它很美 之所以它那么地瞩目呢 是因为它是夜空中唯一的色彩 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得到它 所以就会觉得它最美 你还知道什么 是 其实你心里一直都有它 两百多年都没有放下 你主动把其他东西都沉缝 它在你心里 更加清晰 更加深刻 你也更痛苦 其实呢 除它以外还有很多人和事 有时候我们之所以 会如此执念太深 不是不明白 只是不愿意明白而已 只是不愿意明白而已 只将一个人放进记忆中 有何不妥 其他人 有值得我特别注意的必要吗 你这样执着专一 着实难得 倒也不是说你有什么不妥 只不过与其 这么痛苦地将它放在心中呢 我 我什么时候痛苦了 你如果不痛苦的话 那你为何不将自己换回来呢 今夜又反常地没怎么跟我说话 其实我最明白这种痛苦的感觉 这不单单是一般的痛苦 还带着一些甜蜜 这才是最摧折人心的 如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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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